我弄点 倒点水 阿哥 我就记忆一下 记忆一下 我跟你记忆一下五个 我吃了 吃了 吃了 他就一直喝你料着呢 他都很好的嘛 那 愿 愿 超可能的这个 嗯 不可能的 嗯 想睡了还是不老的 我给你洗洗头 这个时间还不用不用啊 这就现在这就最好 我给你洗洗头 时间不用啊 这个时间的不用啊 你可能给你把这给你用啊 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同和妇女教育特使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下和中国有关的话题 中国的两会正在进行之中 今年的日期是3月5号到11号 今天正好已经是第三天 也恰逢三八国际妇女节 所以今年的两会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上 以及整个的社会气氛里面 把女性权益保护 也作为了一个媒体热论的焦点 但是这里面也有明显的 怎么说呢 是媒体的刻意的带风向 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就是铁链女的事情 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这一次两会代表也提出了修改刑法的建议 比如说有代表提出要买卖同罪 因为如果没有买方 自然就没有卖方 这就像当年有那句最流行的话 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所以买卖同罪 是现在人大代表提出来的 因为按照现在的中国的刑法 你买卖妇女和买卖野生动物 所持有的这个法律惩罚是差不多的 另外中国的刑法第87条规定 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 经过五年不再追溯 收买贵本拐卖妇女儿童最高薪期是三年 追溯时效是五年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 买这一块的追溯实现一旦过了 以前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十年以前发生的这些拐卖妇女的案件 就没法被追究了 另外那位特别能讲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 前几天也接受了中国一家媒体的采访 他提出一个观点非常有新颖 他说不解救被拐卖妇女 是一种不作为的继续犯罪 这里面他认为最好涉及的公职人员 用独职罪来进行惩处 那这里面联想到巴哈姆这个事件 就特别的令人感慨 因为在前段时间 因为巴哈姆的事件爆发以后 江苏省政府出的最后一份通报 处理了公职人员17人 上到县委书记县长宣承部长 下到计生办的工作人员 有的是党内警告 有的是撤销职务政务处处理 但是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 你看这里面的这种司法不公 这里定性之荒谬 都到了一种十分离奇的地步 当然 鉴于徐州这个事件影响极其之恶劣 引起的民愤极大 这几乎是最近20年以来 我认为在公众舆论这方面 引起的大众关注度 大家的愤怒最强的一次 那公安部3月2号也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 沾相行动 那这里面 徐州当然也跑在了前面 事情就发生在他们那儿吗 所以我也看到有关的新闻报道 什么代事长也都出来 这个严防死守 要说赶紧去开展类似的行动 要查一查过去的账 查一查现在的账 有哪些问题尽快去解决 这些应该说也有他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在任何的官方报道里 这次的专项行动都难以看出来 他们和巴哈尔姆之间有任何关联 这是官方有意的在做切割 那就是这事我得办 我就是要搞一搞专项行动 但是不能把这个事情和巴哈尔姆联系起来 一旦联系起来 在将来的文字叙述 在将来的公众心理里面 这个效用是以指数级的效用增长的 所以他们故意做一些切割 这点上来讲 这也是处理类似的语情事件的时候 中方越来越鸡贼的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今天 看到还有巴哈尔姆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2022年让人尤其的感慨 我今天还看到美国之音 采访了一位在美国旅居美国的华人司机 他和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 但是他更有自己贴身的体会 为什么 那就是他的母亲就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当年1987年的时候 洛琴的母亲当时还不满19岁 就被安徽一个农民张某 以2500元就从云南大理买回了安徽 这就是当地众多从云南取回的男蛮子 媳妇之一 当然这里面严格说来 确实不涉及拐卖的问题 因为云南大理白族太穷了 他的母亲千方百计就想嫁出去 所以他是主动嫁出去 收的彩礼是2500元 也可以说是被2500元的彩礼买到了安徽 那么他以为自己嫁到了富庶的中原 就是安徽 但是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什么安徽 什么江苏 什么山东 什么河南 有那种发达富庶 这种过得很滋润的地方 但是每个省也都有特别穷 特别愚昧 特别令人发指的那些地方 那些文化 这个安徽就一点都不例外 洛奇的母亲也向美国之音 回忆了当年的自己的遭遇 他说当年 自己才十七八岁 十九岁最多 那个时候 啥都不懂 就到安徽去了 结果他发现他老公 一个字都不识 不但不识字 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啥用都没有 啥活都不会干 啥上进行都没有 他老公唯一的事情 是天天晚上看着他 他也只听他妹妹的话 白天老公的妹妹看着他 晚上老公就看着他 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然后不允许跟村里别的人交往 更严重的是 生下孩子以后 他还开始遭受家暴 而且很多时候 在安徽山东河南这些地方 打老婆 有些人是故意的公开的打 为什么要公开的打 那就是显示男子汉气概吗 显示我能震得住吗 在像安徽这些地方 这个打老婆 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而且他老公还说 你是买来的 我要打就打 而且说 我画个圈 我要你死在圈里面 你就不能死在圈外面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说我买来的 就跟我买一只狗 一只猫是一样 这就是洛奇的母亲亲口讲述的 当年在中国 他嫁到安徽去的时候 那样一个情况 而且不只是他老公打 他的公公也打他 最严重的时候 浑身是伤 我看到这段经历的时候 也让我想起了巴海姆 那就是 怎么说呢 这些女生 这些妇女受到的伤害 远远不只是身体上的 他们受到的伤害 更多的是人的尊严 被彻底扒掉 彻底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那个心理的摧残 恐怕是语言都难以言表的 而且据洛奇讲 他面对媒体的时候 为什么铁链女让他感到极其的震撼 那就是和他的母亲一样 这些女生啊 内心只剩下绝望 一个人如果有什么事 三条两头就被当众殴打 那这个人谈什么尊严 他自己那一点羞耻感 都已经被打没了 被摧毁了 所以啊 一个人绝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对生活 对生命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所以他谈到这段话的时候 也让我想起巴海姆 面对镜头 说啊 这个社会啊 已经不要完了 那事实上这几天啊 我也看到了更多的视频 社会上流传比较广的视频 是经过了剪辑过的啊 那在剪辑之前 在巴海姆说出 我啊 这个社会已经不要完了 这句话之前 还有更令人动容的话 说我就像个妓女啊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 我简直是有点头晕目眩的一个感觉 一个女生 一个成年人 一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他要受到怎样的摧残 他才会说出 我就是个妓女这段话 这也充分证明 他的精神病啊 最多是间歇式的发作 在更多的时间里 他的思维是清醒的 他的表达是到位的 他对自己是谁 他是知道的 但是他已经放弃了 因为周围没有人帮助他 他没有看到任何生活的希望 他想跑也跑不了 再到后来可能连想跑的动机都没有了 能做的就是承受 就是人 那实际上除了洛奇说的这些东西以外 最让我感到难以忍受 让我夜不能眠的 是这个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竟然没有听到 巴哈尔姆 这个所谓的杨某侠 自己出来面对媒体 说一说自己的心声 他是谁 他从哪里来 他将来自己想到哪里去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愿望 他的憧憬 他所受的伤害 这些我们没有听到他本人说出一个字 这在当今社会 我认为是最羞耻 最应该得到惩罚 也是将来在中国社会埋下的最厉害的那枚暗雷 另外在这样一个时候 所谓的三八妇女节 那通常就是大小外宣 内宣 合起来 吹这个 唱响一曲有一曲 赞美的宋哥 很多人出来 卖萌 很多人出来 站着说话不要疼 更有很多人 在那里 玩什么 有个词叫什么 中国前段时间有个词 叫绿茶表 今天我看到 国爱玲 在媒体上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出来发声了 这个就是他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 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 三八妇女节快乐 在我从小女孩成长为成年女性的道路上 我在努力成为身心健康 自由 真实 勇敢的女人 让我们和周围的女性朋友一起互相扶持 帮助 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够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 去表达自己 追求自己的热爱 美丽不是因为跟住潮流 而是有自信去定义它 庆祝自己与生俱来的光彩 这唯一意味着用自己的力量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这段话说的好不好呢 那要看你怎么看 如果她是普通的邻家女孩 如果她设事不深 或者从小在海外长大 对中国怎么回事 根本就不了解 那这段话要给她打95分到100分左右 但是鉴于她是国外领 鉴于她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 那更是中美两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更更是中国的年轻人 大强以后面的这些年轻人 人生的楷模之一 那我就觉得在三八父女爵的时候 说这些甜甜蜜蜜的 甜的发腻的这种鸡汤文 就不太合时宜了 不太合时宜 因为什么 首先你不是不懂 你是懂的 我们看到花街电视 还有其他的我们明镜的媒体也报道过 在国外领导中国之前 她在美国的脸书 还有Instagram 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她也曾经明确的关注 甚至支持过美国的民权事业 比如说好像是对同性恋的问题 还有BLM 美国的黑人 黑命贵 黑人也是人 美国的种族品种问题 它都已经发生了 这说明 她在这方面 她是有基础的 她是明白的 但是她去了中国 突然对政治上市的一些大部分兴趣 确切的讲 我这么讲 也不完全正确 她在中国主动的去调整自己 对很多普世价值问题的看法 美国的黑命贵 和中国的少数族裔的权力保护 和中国的性别平等 和中国的女性权益保护 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它完全就是一回事 但是到了中国 把这个环境 把这个制度 把这个掉点 夸得无以复加 她先夸 你看彭帅 现在又健康又美丽 又漂亮 但是彭帅本人到底怎么回事 你难道不清楚吗 你为啥不用这样一个好的机会 为中国的密兔 帮个忙 天把火 让女性权益保护 让女生不再受到那种 或明或暗的 各种各样的性骚扰 发出声音来 她没有 她选择的是和中宣部一样的强调 当然了 她后来也接受了中纪委一家媒体的采访 你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了 巴海姆的事情 想必你也听说过 如果你没听说过 你的老妈肯定也听说过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三八妇女节 你所提倡的身心健康 自由真实勇敢 有哪一个是巴海姆能够站得上的 有哪一个是她敢想的 恐怕一丁点都没有 你还说 在微博里说 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够激发出自己的潜能 去表达自己 追求自己的热爱 这里面难道不包括巴海姆吗 当然应该包括 但是我没有看到 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青年楷模的国外领 在中国的事业蒸蒸日上 威风八面的国外领 对这些公共事务 对这些女性权益保护的事情 她说出半句 能够有帮助的话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我也感到十分的遗憾 那么在这些知名人物 名人里面 在国外领的这个事情上 不对 在巴哈尔女的这个事情上 表现很不合格 十分恶劣的 我认为除了国外领以外 还有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 至今为止 铁链女保持了沉默 彭丽媛也保持了沉默 她应该保持沉默吗 她不应该 首先你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太太 另外 你还在国际上 以中国的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身份 在活动 那是联合国教科研组织给你的称号 你本人还发表了演讲 你本人也认这个称号 但是铁链女事件 从12月初曝光到现在 三个月过去了 各级政府出炉的调查报告 自己打脸的报告都已经出了五份了 但是联合国教科研组织 在中国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你就对这个事情一言不发 合适吗 请问 我认为这个是十分十分不妥当的 所以最近我看到 网上也有人开始搞公开信联署 要求联合国教科研组织取消彭丽媛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荣誉直显 这个事才刚刚开始 可能会搞的事情比较大 这里面有很多知名的机构 比如说女权无疆界 中国父权等等机构 再往后 参与联署的人会越来越高 因为什么 这个事情要求他下台 要求他取消这个称号 没毛病 因为你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不是说应该做到一百分 你做到了八十 也不是因为你做到了五十 而是因为你做的是零 啥也没做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那你还顶着这个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名号 干什么呢 我看这个还不如给了郭爱玲呢 给郭爱玲啊 郭爱玲你看英文也好 能在国际上为这个事情更多的发声 当然他们首先要解决自己内心那个鸡贼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啊 英文再好 斯坦福大学能拿一百个博士都没用 那内心啊都是龌龊 都是胆小啊 都是鸡贼啊 都是看着往里的 在望着锅里的 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地方 那这个事情啊 实际上对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啊 也是一个考验 为什么呢 你是联合国爱啊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知道 你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啊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他就是不听你的 当然不当俄罗斯不听你的 当年美国打伊拉克他也不听你的啊 中国在新疆搞这些 他也不听你的啊 这些啊都有情可原 因为啥 这些大国啊 你们的给你们的这个费用 是吧 那是有代价的啊 联合国这些年在这些事情上啊 比较张官礼贷 只路为满的事情也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要求你当劣势啊 碰到铁链女这个事情 你为啥就不能发生呢 你有什么样血的代价需要付出吗 啊 你谴责一下这个现象 你敦促一下彭丽严女士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发一些声 实在不现在国内不发声 在国际上发一些声 又有什么坏处呢 但是他就是不做 不但他不做 联合国啊 所谓的教科院组织也不做 那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啊 你们也是一帮酒囊饭袋 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是你们都是 虽然表面上看去西装革履啊 那个皮鞋擦得蹭亮 但是内心也都充满了怯懦 充满了鸡贼 充满了虚伪啊 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才导致了 很多右翼势力的兴起啊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虽然对极端穿粉 表示极端的谴责 但是我对普通的穿粉啊 我对右翼人士 我是充满了好感的 因为事情很简单嘛 左和右走得过分了都不行 左就是悲天悯人啊 讲究权益保护 但是你做过了就是虚伪 右讲究公平啊 讲究哪一种人的利益 都应该得到保护啊 有钱人也不是你们敲诈的对象 谁都有权在合法的情况下 取得财富名望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生的满足度达到最高 这都是正常的人权 不能打击他们 所以人家右派搞啊 这个低福利小政府也是有道理的 搞这么多福利干什么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这些人啊 美国的极端左派这些人 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导致了右翼势力是层出不穷 而且势头越来越大 当然极右和极左 咱们都不讨论 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那实际上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啊 也是救了中国政府 特别是救了中宣部一命 为啥 铁链女这个事就沉下去了吗 不但铁链女沉下去了 啊 这几天有媒体报道 中国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铁龙女 这个情况 你看大家一听可能都不熟悉了 又出了这个情况 但是就没有引起像铁链女 这样的极大的媒体反响 但是在中国的民间 我们也看到这种希望的种子 仍然在 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报道 甚至很多视频和照片 那就是很多城市的很多女性 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纪念铁链女 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比如说他们手上捆上铁链 在大街上行走 甚至被人领着 但是这些呢 因为铁链女的事情 已经被大量的封杀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翻过墙的人来说 他看到你在街上搞这些东西 他完全不明白 那甚至绝大部分国人也是感觉 只要铁链女不是我妈 只要铁链女不是我妹 我姐 我管她干啥 这恐怕是绝大部分人 最常见的一个心态 但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作为媒体人 这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是我从事这个事 99%的动机之一 如果所有人都忘记了铁链女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也专门做了这么一期 来纪念她 也希望将来她能够面对镜头 再讲出自己的经历 更希望她的病能够治好 有一个后面20年30年 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人生 那这几天我听到一首歌 那就是台湾歌手彭琳 唱的这个《秋鸟》 这首歌听的时候 我也是十分的动情 也十分的感动 那在这里 应大家的要求 我也清唱一下这首歌的部分 来怀念铁链女 也来慰问她 也来用她来感谢 为铁链女 鼓语呼我们这些朋友们 也更加来感谢我们 观众里面的这些女性观众 我目前发现 打赏的观众都是女性 谢谢大家 我肯定也会全力以赴 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更把节目做好 让我们社会 不再有铁链女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还有谁能依靠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 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这缭乱的城市 容不下我的痴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 这样的放肆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 对爱无极可视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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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 是唯一的奢侈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